我和自己的前夫是相亲认识的 两人之间也说不上有太深的感情 只是觉得这个人还不错 能在一起过日子 然后就结婚了 因为都是在农村生活 所以婚后婆婆就一直催我们要孩子 她要抱孙子 我本来是打算和老公一起外出打几年工 然后再要孩子的 可是没有办法 婆婆逼得太紧了 婚后三个月 我如了她的愿怀孕了 我只能在家待产 哪里也不能去了 因为刚进她家的门 又怀的是第一个孩子 所以她对我还算是照顾得不错 但是经常说话的意思就是 她想要孙子 不想要孙女 所以我一直挺担心这个事情的 很快临产了 我疼得实在受不了了 而且宫口开得特别慢 连医生都建议婆婆产 婆婆却说不行 一定得自己生 那样就算这个不是孙子 也不耽误下一个孩子 最后我硬生下来了 像是去滚门关走了一趟 月子期间虽说照顾我 但是却试试都给我脸色看 我吃的东西都是我妈给我买来的 她还嫌弃我吃的多 我只能默默掉眼泪 孩子还只有一岁多的时候 我又意外怀孕了 我想给留掉 她硬是不让 说我这个女人太狠心 想杀死自己的孙子 因为她早算命的算过了 我第二胎会是男孩 老公是个孝顺的妈宝男 听她妈的话总是胜过于我 很快二胎也要生了 而且比预产期提前了好些天 她可高兴坏了 因为听别人说 男孩一般预产期都提前 又一次经历了那些疼痛以后 二宝来了 可还是个女孩 网友自述 我和我老公算是青梅竹马 我们俩都是农村的 我们两家相聚就隔了两个村子 所以说我父母和她父母 也是相互认识 我们两个学习成绩都比较好 她大学的时候 是在我们省最好的一所大学上的 我的大学是在我们本市上的 毕业后我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而她竟然也在我们公司附近上班 现在想想我们真的是有缘分 有一次中午我和同事 去一家饭店吃饭 她也正好和她的朋友 在那个饭店吃饭 我一眼就认出她 过去跟她打招呼 聊了一些家常 她给我的印象是这么多年不见 变得帅气成熟了 我们彼此都留了联系方式 因为在这个地方 只有我俩是老乡 所以我对她倍感亲切 由于我有不吃早饭的习惯 我无意中和她透露过这个事情 没想到她每天早上 都会提前把早饭买好 送到我单位门口 而且还是换着买 不仅让我觉得她非常有心 而且同事看见了也非常羡慕 觉得我很幸福 慢慢的我对她就产生了感情 后来她也明确的和我说过 可我觉得是一个地方的 我没好意思答应 端午节的时候 我回家过节 和父母说起此事 没想到我父母竟然没有反对 说我可以和她谈恋爱 因为她也是大学生 父母觉得我们两个比较般配 而且她的父母和我爸妈都认识 我父母觉得他们家人都不错 端午节过后 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对我好 并且又提起了此事 我结合父母给的建议 加上她对我确实不错 也就答应了她 我们在一起经历了两年的爱情时光 一转眼两年过去了 而且我们年龄也已经老大不小了 双方的父母都催促着我们早点结婚 后来她就向我求婚了 我也答应了 不久后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的几天 我们用我们这些年的积蓄 加上父母给的钱 在城里付了首付买了房子 结婚后不久 我的大嫂就来到我们家 还带了500个土鸡蛋 显得非常热情 我一想大嫂平时都抠得要死 送这些鸡蛋肯定没好事 但是我没好意思问 准备留大嫂在这吃饭 可她拒绝了 说还有别的事 我也没挽留大嫂就走了 晚些的时候 我听到我老公和别人打电话 才发现 原来是大嫂的孩子 要在城里上学 需要居住在我们这 所以才买这么多鸡蛋过来 其实就是想让我们照顾她的孩子 听到这些 我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和老公吵了起来 她竟然不和我商量 就擅自做主 太不把我当回事了 当天晚上我就一个人跑回娘家 老公给我打电话我也没接 觉得老公做法实在太让人生气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